不管是同性恋者,还是基睿,神从来没有撇下他 其实上帝不允许我一直在祷告,因为以前我住在大墙屋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有很多的阿公 他们一般在那边坐着,我最看准的是上帝常常的,上帝感动我,群贼这些群王 你要看到阿公的头在那里,你跟阿公的头做朋友,你就能进入他的社区里面 我感谢神,神给我这机会,我也跟那个阿公的头做好朋友 他说,这些所谓社会的边缘人,基睿是社会的边缘人 随后大腰大表,给你影片,我是基睿,请光顾 同性恋者也没有大腰,我相信如果今天,如果如何让同性恋者或者阿公这些人来这样教会 不是叫阿公来的机会,不是叫阿公来的机会,你带他来的机会,我再问,如果我叫阿公来的机会 你们会用怎么一点,我来看 他喝的杯,我不要喝了,喝过的 可能会不会有座椅,有什么嘛,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但在我看来,很多教会不至这边,很多教会还没有来得好 所以没有人好要这样做呢,我有一个想法 就开一个同性恋者的机会 开一个阿公的机会 然后牧师从进以后要穿冰卡的裤子 头发要懒一些样的,穿很紧身的裤子 屁股要穿低腰的,差不多屁股都要看到的 那种才能够进动他的 这上面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啦 我身材样子也很出线条啦,不适合 可能我要减肥一下才能够啦 我相信如果上帝给我这机会 我愿意做这样的事工 我对他们很浓厚的兴趣 也不要怀疑我的性倾向啊 我是喜欢男女人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也需要得救 我觉得这些人也要听到父母 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的人 我有很多那些 你有没有恒意 我是读恒意中学的,他也是恒意中学的 恒意早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有很出名的七公主 都是我的好朋友的人 他们一下班,一下班,一下班 一放学就化口唇 穿耳环出去了 我觉得教会应该成为社会的招待 不去排除,去看不起这些人 只是我现在身份是牧师 他们也知道我是牧师 他们对我,牧师来要讲教 我说不是,我要跟你做朋友 我相信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不要因为这个人 你要跟他切除关系 因为他们有血,不要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我用严格的属灵的角度来看 任何没有信耶稣 还没有耶稣进来 他心里面来掌权的 都有血灵百度的 我要这样讲 同意吗 因为我们没有拜神 就是有假神,有血灵 如果你要这样看,你什么都不要参加 你参加基督都就好了 我告诉你,这个是邪教人 听吗 所以不要太过把宗教的灵套在